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就是先是在上海这个论坛上 要不过咱全国 然后又扯到华东师大 闽航校区 我作为师大校友 对这个事情也表示严重关切 好 我给你看视频 有视频 就是说有这么一个男子 在地铁10月17号上海地铁八号线 他往地上吐痰 吐痰有女的就干涉他 他就拿这个脏话骂这个女的 旁边老人看不下去也干预 他甚至推赏这个老人 这个时候有一个黑衣汉上去主持正义 劈了他了把这小子揍了一顿 揍了一顿 然后有人把这个视频拍下来 你可以先看一下这段视频 真正的 真正的 你把这些人在 一定帮你 我今天出了个片子 贱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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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痴爱 痴爱 那这些都是正常人的 这是土贵 我们的一种 就是土贵 我们的土贵 我们的土贵 你们土贵是贵的人是吧 滚 渣男 你再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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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氣善怕惡 我看的蠻爽的 看的蠻爽 这种人就像中文说什么欠揍 那两个字 感觉我们当然不鼓吹暴力 有时候是明白为什么在一些城市 大家都最后没办法 你刚看到前面 看到他这样吐痰还骂别人 什么什么什么 你真的自己就想往电视屏幕上面 打他一拳 那现在好奇 有没有收到那个打人那个英雄 应该把他捧出来 打响他在网上打响 现在要有人批评这个打人的英雄 说你这个不能以暴制暴 这种话谁都会讲 可是你看那个情境 我就意思说你明白 为什么那个气 气到那个部分 那你真的很难 你会真的会觉得英雄气概 像我以前看过一个视频 我不晓得你们有没有讨论过 差不多的 在一个内地的城市 一个公车上面 一个女的上去 跟一个老先生藏位子 他不让人 然后还骂那个老先生 你死跑头 我骂你怎么样 我还打你呢 骂了一分钟 然后视频最后很像 突然一个男人过去 亮个耳光 然后那个女的就低了头 我就不讲话 在那一秒钟就觉得 哎呀英雄啊 打得好 你叫你叫这么说 那好莱坞电影里 全是这种违法的英雄 对不对 都是行私刑的英雄 但是呢 纽约全城 大家等着啊 蝙蝠侠 蜘蛛侠侠侠侠侠侠侠 来来主持正义 对吧 哎这里边潜藏着一种 以后假如像哈利波特一样 出书啊 那个里边的注解 如果一点就可以放video的话 那字典里欠奏 就注解就是这一段 什么叫欠奏 这个就是最好的这个这个例子 我的看法一半同意 嘉辉 我我跟他一样 我觉得前奏 我觉得打得很爽 但是另一半呢 我觉得 这个打人的这个男的呢 也要受罚 他应该警察要罚他 因为他他肢体伤害最好 他伤害了人家 就是说你英雄啊 要包含两面 第一你要做一个事情 第二你要敢于承担 对 你做了后果你要承担 就是说你伤害了别人 那我把这个事啊 再扩大一个层级 现在这件事情 真正成了论坛的这个 这个热门话题啊 这按说是这么一个 我觉得挺琐碎的一个事情 但是成了一个讨论的热门话题 焦点在什么地方呢 就是有N多个微博和微信公众号 现在就对这个土坛的这个男子啊 人肉搜索 公布在网上 就是把他的这个什么人 什么地方 要不是都都都安到华东师大去了 华东师大就要辟谣 说他不是我们的学生 就是把他的个人资料全部弄出来 那么这个时候又有人说了 说你这是正义吗 你就说民众你可以报案 但是你应该不能当警察 就开始 你看这个 这跟你刚才说的异曲同工 那么就是说如果变成这样呢 一个人拖了谈 这么欠揍 我们把他拉到公众网络审判台上 让他出丑 那没有 这是网络文化里面一个永恒的辩论 最经典的个案叫狗死女嘛 这是南韩韩国首尔 有个女的在什么大野狗 好像在地铁 还是地铁站拉死 然后被人家拍了 拍出来放在那边 是狗拉死是吧 狗拉死不是 他拉死 然后好像最后他自杀还是怎么样 那就讨论很多 包括说能不能暴露 把人家 让人家受到不对等的 不成比例的惩罚 因为以前年轻人做了错事 不管被抓了 还是被骂了 被教导了 他有一个改过的机会 有second chance 有第二个机会 可是现在网络 比方说这个年轻人 非常不应该 对 可是这样一辈子 一辈子 一辈子都记得他 一辈子 还不会呢 才不会呢 这些男的 他这种啊 到时候又开张证明 叫急性 短暂性 精神失常 到时候开一张 就叫南京那家 什么医院去开嘛 对不对 那家专门开这个嘛 你别说 刚才他这个表现 是有点像急性 短暂性 精神失常 就急性 短暂性 精神失常 对 我估计他在家里 或者他以前的生命当中 某些阶段 碰到家里有什么事 大概也会这样发作 这次看得出来 是这么一个 控制不了 控制不了 是空 对 所以除了说 讨论网路文化 什么网路的正义暴力以外 我觉得看这种 其实看 不用看视频 看平面新闻 我的感觉 除了爽以外 其实呢 他隐隐约约 会把我们 放在一个位置 我们面对 到底要忍到什么时候 我们才会 容许自己 不守规则 因为我们坦白讲 都知道 打人那个人 也不应该 不能以报 意报 应该受罚 可是我们会 难保自己 不会这样子 比方说 你的家人 在受到 很不好的羞辱 物有伤害 对吧 我们很幸运 没有碰到 然后可是 透过这些新闻 我们会 把我们带进 那个情境里面 碰到那个 突然 除了爽以外 会非常焦虑的 因为我到底 在那个时候 我要不要做 所谓的英雄 或说还是做一个 cover 一个 懦夫 懦夫 OK 好吧 骂两句 骂两句就算了 渣男 当然 他老太太 当然只能骂 可是当我有这个力量的时候 坦白讲 打人 那个男人 个子也不高 然后他也有冒险 可是我就是 觉得我要替天行道 这个界限怎么样分 我觉得他是把人 放在那个位置 我觉得看这种新闻 除了八卦的心态 其实有一个道德的思考 两难论 永远是两难论 我觉得这事情 还是很容易解释 就是在网上 人肉搜索 就是暴露人家的私隐的东西 应该是犯法的 假如我们国家的 网络的法律 不是现在 这个习总书记也说了吗 网络不是法外之地吗 后来有人说 哪里都不是法外之地 对不对 所以如果他这些东西 这就好像你拿了 人家的东西拿出来 这是要负责任的 这个是以后可以追究的 这个网络办啊 或者是公安局 都可以追究的 英雄 就英雄在 你后来承担责任 我搜索他 这人坏 我就搜索他 搜索了以后 我要我要罚款 投案自首 投案自首 要是我搜索了 我就是英雄 这种叫草莽 就是群体维艰一个人 那那是那是看客 那徐老师 我再把这个问题 给你升级一步 你就看出来了 比如说我们公司 比如说我们公司 一位女同事 她被人强奸了 对吧 我对吧 带刀找着这强奸犯 一刀捅死他 然后我自首 我是不是英雄 我觉得你不敢 对我要是敢 我当然是不敢了 我可能多半是被捅死的 但是我就说这个行为 我帮为了我的女同事 这强奸犯 我捅死他 我去投案自首 承担责任 这只能说你杀人情有可原 你杀人还是杀人 最后你要判无期徒刑 或者多少年的刑法 你还是要受 因为你 我不能被称为英雄 当然不能被称为英雄 所以你看 他还是有程度 对 这里一个越级 你们刚才那个男子 你仔细看 那个比较矮一点的 黑衣的男子 他也没怎么好好打他 他就啪啪推他几下 而且那个 这个男主角啊 他也很妙 人家在打他 他也不看人家 他眼睛还是看着 在跟他吵的那个女的 你发现没有 说的好听呢 他是有干地的 无抵抗主义的这个精神 人家打的以后 他脑 他还在跟人吵架 你打 他也无所谓 说的不好听的 这就典型的 阿Q叫什么 欺软怕硬 对对对 他就是对面的女人 叫他不要吐痰 他就跟你吵个不停 来个男人对你挥拳 他反而 这是人 啥都做不了了 人有的时候 你在有些小朋友身上 都能见到 就是人有的时候 有这样一种受辱的时候 自我防御的反应 对 就是默然 对 你看看 不看 你看街上那些个 这个流氓老大 他打人的时候 有时候你看这个被打的人 被打的人 好像完全没有反应 就是 其实他是 他是对自己受到的那种 侮辱和袭击 故意不看 他故意不看 他选择了一种鸵鸟政策 对 就以为这样 似乎能够有点尊严 对 有点面子 对 他是这样一种防御反应 就不痛了 可是话说回来 我们谁被强奸了 没有 你是举例 把你心里的心事泄露了 是吗 对 这种我也常想 假如家人什么 受到很大的伤害 你到底要怎么样 所以我对于这个部分 真的特别感兴趣 那所以假如发生这种事 你去捅人家 对 他这种犯法 我们可以理解 对 他升级的太快 那我几人说 假如你问我的话 那不是 就是同样就有人问了 好 这个人这么样的可恶欠抽 对吧 视频传出去了 如果全国人肉搜索到他 然后这个兔木星的都能 全国人民兔木星的都能把他淹死 然后他明天自杀了 羞辱不过 导致自杀 那么这个人肉搜索 是不是英雄的行为 人肉搜索 我刚才讲了 人肉搜索是 是一个正义的愤怒的表达 他这个行为是错的 而且如果我们的法律严明的话 他就是犯法的 只是你觉得这个时候 你的愤怒 你觉得我为此 我就甘于去犯一次这个法 我来谴责他 就是说你骂人是不对的 对不对 但是你在这个时候 你要去骂他 严格说来骂人都是不对的 对不对 就是说我 我我就是公民抗命嘛 这就是就是说 就好像人家示威啊 逃学啊 罢课 我不上课是错的 对不对 但是我是因为一个理由 我觉得我今天不能上课 我不上了 最后我成绩差 考试成绩 我要甘于接受 你又不能说 我不上课 最后还要给我 那这个你两样都要 你这番话要是给这些人肉搜索家们听到了 他们得到了支持 就是说 哎 公民抗命这个概念 那么如果理解成为这个 这个这个怎么说呢 呃 暴民 法不择重呢 那叫你公民抗命 我们都认为我们是正义的 法不择重 不是重的错 你拿我 你拿我怎么办 是法的错 法不择重 不是重的错 是法的错 是你网络 你整个信息系统 你的一个法治不全啊 你照理说 你这些东西 这还要讨论什么 你把人家资料翻出去 当然是错的 那我觉得中间还是有一个部分 我们不能逃避去去面对的 就是你个人的判断 跟自律的部分 不管你法对 还是法错 什么做的行为对 还是行为错 我们假设第一个 假设人是有理性的 理性会判断那个比例 那个后果 那个风险等等 还有那个道德的部分 然后你做一个选择 比方说 刚刚说你说 有人被强奸 你捅人一刀 假如有人没有被强奸 只是被打两巴 你又捅人一刀 严格来说也是报仇 或者有人被无故的 什么羞辱啊 炒鱿鱼啊 欺负 你捅人一刀 对不对 我们假设会判断 而且你有这个道德的选择 所以我回到这个部分说 OK 可能网上的法律 当然不完备 可是世界上 没有完全完备的法律 中间一个要回归到 你对自己的要求 期待是什么 你要选择 这个其实手段和程度 还是很关键的 你比如就像嘉辉讲的 好这个黑衣男子 当时这人这么可恶 冲着女的这么骂 对吧 我上去打你两拳 也许是令人喝彩的行为 他拿刀捅 我们就 他要是上去之后 看看看看看 把这人给砍了 吃了 他就打个比方 他如果拿个铁棍 拿个刀 把他吃了 流血留在地上 大家的观感就不一样了 对这个事情 就广告 呛呛三人行 广告之后见 我们下期见 容我再有一点感想 一个就是有人常常说一句话 说骂人 一个人骂别人 其实通常就是在骂自己 我觉得这个是非常准确的 比方说他里面骂了最多的 见人见人见人 其实你要用什么话来形容这个男的呢 其实也就是他这里骂的这个话 没错 第二个呢 回到这个最早的引发点 就是这个土坛 这个事情我想讲很久了 我觉得中国现在跟世界差距最大的 就在这一点上 为什么感觉好像外国人没谈呢 对啊 而且我要说一句地狱 到时候人家要骂我的话 你在香港 甚至上海 广州出租车司机土坛比较少 北京的出租车司机啊 他的文化修养最高 什么叫最高呢 你听他们听收音机 上海的那些不是听天气预报 就是听什么娱乐新闻 北京的都听评书 对不对 对啊 张作霖今天 这全部是听很有艺术的 但是就是有一点 我真是特别普遍 就是这个土坛 我跟你说 这最典型的北京第一次司机 土那个坛 开着那个车 旁边可能有了辆车呀 有点有点那个爬头啊 是吧 摇开车窗 那个精准啊 噗一下 然后还补一句 你找坟地呢 你 找坟地呢 他你知道什么 他一窗子一拉下来 我坐在后面就害怕 我马上因为他会飘嘛 你知道吧 他有时候他有时候不开冷气 开着窗嘛 你要把哈赶快躲啊 你知道他 啪一下 怎么这件事情就这么难 我们的这民族 我们现在GDP增长那么快 国家发展那么世界第二大了 我们的社会制度是最好的 这个这个我可以跟你解释 休老师 你一定要考虑到历史 历史的这个这个原因 你知道吗 就是说你看 我这有个文章讲啊 奥运会的时候 中国这个就是努力的宣传啊 这个不要土坛 然后派发了大量的文明土坛 清洁袋 你知道吗 当时以免同胞啊 在老外面前丢脸 中国他在那是引用有意思啊 中国网路上一篇劝人 不要随地吐痰的流行文章写到 我国是一个有着几千年历史的 古代文明国家 不准随地吐痰 不等于让你把痰不吐出来 而往肚内咽下去 同志们 我们千万不能把含大量细菌 含有毒有害物质的痰 往肚里吞 这是极不卫生的 对 打个比方 你自己有痰 往肚里边咽 等于别人的痰 往你嘴里吐 一样 你这脏 你想这脏不脏呢 想到这些 你以后可能再也不敢把痰 往肚里咽了 有了痰 我们必须吐在痰云里 然后有一个外国人就说 这都是几十年前的事了 就跟中国人发生一个抬杠 就说 中国人说 有钱咽下去吗 就外国人说 你可以吐在那个手帕里 手帕里 那中国人说 吐在手帕里 手帕你放哪 我揣兜里 那中国人就说 那么等于你每天 跟着这么脏的一个东西 就揣在你的兜里同行 那跟我这个谁干净 谁脏呢 对 那没有说来 我惭愧 因为我刚听你这样讲 好像 夫人觉得 兔坛是可以申请世界 人类文明遗产 非物质文化遗产 非物质文化遗产 跟物质文化遗产 同时申请 因为它又是物质 又是非物质 两项都像了 那就麻烦了 那我记得说来惭愧 有一次我去 那个去哪里 长沙 然后也是坐车嘛 出租车 很多司机都涂毯 那碰到一个很想 这种文明没土了 它土啊 土坛它不往窗外土 它就在旁边开车的地方 旁边放一个小兜吧 小杯子什么 这样 开一下 那很好啊 问题是它那个杯子 没有盖子啊 那我觉得很恶心啊 它没盖子 我坐着你的车 你要你的痰呢 这你都嫌恶心了 那我就冲它 住在窗外啊 我说师父 能不能帮个忙 他说啥 我说有痰 请往窗外吐 好像比较 好 我觉得很恶心 因为它往窗外吐了 我可以它往右边吐 我可以靠走 跟我老婆说 来我们靠走 我跟你说 这些人 土坛啊 是还有这个家话的 这个 当然就是说 咱们首先要考虑一个前提 我跟你说历史的原因 比如说当年 像毛泽东啊 邓小平这些 他们当然的 这个就抽烟干嘛的 但是你要知道 他那个时候历史的原因 这就好比你看到 丘吉尔叼这个雪茄 在公共场合一样嘛 所以是在那个年代 那么谭云 很多外交家 国际外交家 政要在回忆录里 写到这个邓小平 这个下边这个谭云 都提到一个细节 就是说 淡不虚发 就是说邓小平很准 非常准 就离得很远 啪一下 淡不虚发 就是说 很多人都注意到这个细节 曾经有一个 1975年 快将出任美国国务卿的 美国外交官 有个叫万斯的 到中国会见邓小平时 就注意到了这个 邓小平土这个谭云 他说他发现一个 一个一个国外领导人 就是本能的 就那边往谭云一吐呢 这个外国领导人 其实可能是下意识的 就把这个腿啊 往这边挪六英寸 然后等他吐完了 再把腿放回来 就说明 甚至还有这个佳话 就传说 为什么 你这个香港 这个当年萨切尔夫人 就在这个人民大会堂 标击拴了一个 就被咱们邓谈 这是邓大人这个战略 你知道吗 邓大人的战略 就是哎 这家伙一闹 啪 啪 半不兴发 你看这英国的这个女人 五十年 对 这整个你知道吗 这个赛切尔夫人 就整个吓怂了 所以出了人民大会堂 夹击 是吧 这不是摔一蛋吗 到当年那个 那个连带 很多的那种 谈判会面的照片 都看到吗 邓老爷子坐那边 对 谈判是那个土坛的谈 是吧 然后地上呢 就有个那个叫谈 谈什么 谈鱼 谈鱼嘛 后来可是时代是进步了 到了二十 二零零零代之后啊 有些媒体登那些照片 觉得不好看 就把它PS 把他PS 把这个谈鱼去掉 你像这个 有个叫罗杰的 他写了本畅销书 这是个国际礼仪专家 他写叫身体语言之礼与非礼 然后呢 他就说他还观察到 中国就算是有历史文化的原因 咱不能就觉得中国人 他要有个过程 他说中国人原来啊 把在公众地方土坛 是当成卫生行为的 就因为这等于清除人体内的会晤 对 对吧 他说中国人用手指 捏着鼻子 喷鼻涕 直接让鼻涕设地上 卫生的人才会这么干 擦一下 你知道吗 也就是同样道理 你知道这就让我想到 就是说是当年的这个印度 你看印度这个 甘地啊 圣兄甘地啊 你知道他经常要劝告这些 相当于开全国人大 像他们这个全国大会的代表 他经常要劝他们那个代表啊 说那个咱们的那个清洁 清洁园的很辛苦 你们不要把大便 拉在这大会堂的走廊上 你知道他要说这个 可是对于印度人来说呢 净这个观念 和西方的卫生 这个观念是不一样的 你西方人觉得怎么样叫卫生 但是可能对印度人来说 你小便的时候 你拿左手扶着 还是拿右手扶着 是有讲究的 用一侧的手扶着 就叫不洁 他这个 他这个观念 这是跟宗教有某种关系 你这个是不洁净的 但是可能用另一个手 这才是合适的 所以这个也有一个历史的习惯 咱们先去一下广告 枪枪三人行广告之后见 我对土坛这个事情 激愤已久 想讲很久了 没想到今天讲讲被他讲成土坛有理了 谈数要高潮 这能决定国际政治 其实呢 说到底呀 这个我们不是反对土坛 是反对随地土坛 对不对 就是你不要的东西 你应该通过一定的渠道 去把它宣泄出去 这就像上厕所一样吧 这简单上说 也是你身体不要的东西 你不能随便来 你哪怕熬很久 你很痛苦 你也要遵照一个次序 到一个地方去 这都是人类慢慢变化的 凡尔赛工修的那么漂亮 当年他们这些人呢 穿了很漂亮的衣服 大小便是很随便的 那海德堡的那个厕所啊 他那个大墙 海德堡的皇宫啊 你看外面有一个空档 他们干什么 就是分辨 就是从上面下来的 我跟你说 我永远不会忘记一个画面 就是我就去过一次印度 就在相当于长安街上 就是大首都的 一个很大的街上 我的车经过 就在两排马路 不是一个孤独的哲学家 我觉得是两排马路 中间的这么一个围栏地带 晨曦啊 那是早晨 阳光洒过来 蛤马俩胡子的 这么一个印度人 在那蹲着大便 就是 我当时 我当时在那个侧影啊 鼻子那样 我就哲学家 私下家 在大便 马路中间大便的哲学家 晨曦啊 打出逆光的效果 底下还有就是 比如说印度 好像三十年前 我去北方啊 中国北方也是 听说今天很多乡下都是这样 我还记得当地有地培嘛 导游嘛 大家我们一群大学生 1984年吧 也是这样 我们香港人从来没见过这种场面 对啊 我知道在蒙古包头什么 反正那个那个导游啊 地培啊 走到一半 说你们等一下 我上个厕所 然后就在旁边一个小围栏 然后就进去蹲那边 头都出来了 就一边拉一边隔着那个围栏啊 跟着我们十多个大学生 给我们介绍当地的风景 你知道吗 一边讲还多 有了配音嘛 讲了几句 阿基尼亚是什么地方 你要就 就这样 雪花纯生 降薪营造特约之 枪枪三人行 由雪花啤酒赞助播出 降薪营造 雪花纯生 移民 其实很简单 桥外移民 为您开启各国的大门 全国咨询热线 4007009222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